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 于1843年他搬到了巴黎 在那他人就继续写着激进的出版物 他在那里遇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成了他的朋友与长期的合作伙伴 在他被流放之后 他与他的家人于1849年搬至了伦敦 他持续写作并发展他关于社会与经济活动的理论 真正用纸笔颠覆一切的人 马克思生前出版了许多书籍 其中最知名的是《共产宣言》和《资本论》 1867年到1894年 可以这么说是奠定我们目前对劳动和资本关系理解的基础 但或许他对社会的最大贡献是激发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 留着蓬松杂乱的大胡子造型 穿着景深牛仔裤 在社区喝着跟猫尿一样的手工咖啡时 还能够无止境地发表着关于资本主义机器的长篇大论 佛罗伦斯·南丁格尔 生于1820年5月12日 佛罗伦斯·南丁格尔从小被 就被自己的信仰和信念驱使的前景 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想成为一名护士 但身家背景富裕的父母不同意他的想法 南丁格尔后来告诉他的同事 说他在17岁那年收到上帝给他的指示 要他成为一位护士 上帝的指示还真具体啊 虽然他为身边的人群付出很多很多 但这说法似乎有点不太方便了 不是吗 那如果上帝叫他去做水电勒 无论如何 南丁格尔训练自己成为一名护士 而就在1854年当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际 他前往前线服务 他几乎忙翻了 南丁格尔亲自带领38名护士志工 和15名修女照顾受伤的士兵 他既非常有纪律 也非常有组织性 我要为这无聊的简历赶到抱歉 关键的是他对于这块非常专业 并觉得护士被送上战场前 必须要有更扎实的训练 在战争四月的1855年 南丁格尔回国 并设立了南丁格尔基金训练护士专才 在1859年 他在圣托马斯医院 创办了南丁格尔护士学校 并出版了护理注意事项 而这就成为了训练护士的标准文本 他余生献给倡导女权 并在发现一个环境的卫生 如何直接影响人们的健康后 特别在伦敦和印度 推广更佳的卫生环境 在1910年8月13日 南丁格尔在睡梦中去世 他享年90岁 虽然留下了伟大的遗产 但现代的学者都很快的指出 虽然他倡导女权 但他反对父女成为医生 或者拥有投票的权益 天啊那你在干嘛的校服 那时候还没有吧 毕竟是慢慢进步的 糟糕完全进不去危机 我对他是护士 他可能不想投啊